哈喽大家好 好久没有开箱了 然后呢 今天到了一本 宝鸡青铜器的 好 那我们把树枫打开 看一下里面的内叶 好 已经打开来了 这个装针还是不错 扒开的 蛮大的 看一下 虚焦了 这张还是比较清楚的 中间是聚焦的 但旁边是虚焦的 也是有点虚的感觉 这张十一点 有一种像素不够 但是想强行放大的这个感觉 我第一眼看上去是这样的 清楚的也有 这张是比较清楚的 你看这一片 可能 视频上体现不出来 其实这一片是虚的 其实这一片是虚的 但拍出来是实的 这个也是有点虚的 这张比较不错 这张比较不错 这张很虚 如果你们买了你们看就知道了 视频里面会好很多 因为它有缩小 这张也是 当然这张不是主要的 就是为了这个 视纹拍的 这张 这张 比较清楚 这张 看得出来吗 这个字 当然了 这个有青铜器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 它本身器型比较小 那你强行放大 做不了那么精细的也 然后它历史的原因 比如说 锈石 或者怎么样子 也确实 这一张的话 在这本上有吧 等一下 我之前看了是有重复的 相当于这个书法杂志是它的平替 平替本 也比较便宜 也比较便宜 试试 你看一样 就是这张 看上去 这张精度会更高一点 应该是强行放大了 可能图源还是这一张 我估计是用现成的图 没有去重新拍摄 还是用原先 那一整套的里面的精选的一部分 但是呢 那一套呢 是16开的 应该是 然后这个是8开的 在图片 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让它强行放大的话 肯定是会模糊的 这个是挺好的 而且它是三折 这个也是 这样看啊 还是很震撼的 这些清晰度就蛮高的 那就简单的 我们过一遍吧 可取的地方还是有的啊 清晰的地方也是有的 当然不好的地方也是有的 就我个人觉得吧 这本书的话 如果做成16开会不会更好 强行做成8开的话 可能图片精度不够 导致有一些图片模糊 这个闪丝盘 现在呢 出版社出的书越来越大了 还是 有的甚至出到4开了 你要想那种书 你说怎么放怎么拿怎么看 对吧 有的时候真的还不如小开本的 来的好 而且图片也不用强行放大 对吧 导致模糊 那个精度也高 对吧 总体来说呢 这本书有值得购买的地方 也有不值得购买的地方 大家自己斟酌吧 然后就是 怎么讲呢 还是要劝一句啊 如果有出版社的朋友看我的书的话 还是要 注重一下质量 对吧 少出滑而不实 然后又贵的东西 如果这本书 十六开的话 跟这个书法杂志 一样的话 我觉得真的 蛮好的 然后价格也能打下来 对吧 现在的书呢 现在的书呢 都奔着 千 千以上的这种路子走的话 真的有一点太贵了 或者说是可以滑 但是不能不实啊 你里面的东西清晰度 你看 要高 对吧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